謝謝我們要讓我們現場 我們老師不在咧 老師 好 我們的黃祝勳 黃老師 跟大家來錄手一下 謝謝老師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藍色系 跟白色系 其實就是他們的作品了 其實我們今天 現場也有來自來的 大家來跟大家聽見 這一身作品就是你們的系列 對不對 所以剛剛你在介紹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聽出 他在設計的時候 他希望有一個不一樣的感覺 來 另外一位 我們這次的設計 就是整個藍色的畫的東西 然後這個 可能有大列四面圈的 下一個是比較繁納的 就是我的繁納的現在的流行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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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 然後如果是比較繁納的 就用了 嗯 然後中心一點 我們要代表阿麗絲 然後黃的造型的歌手 然後我們比較不一樣的是 這次有特意做的藍色 藍色的話有件 有一件T恤的男裝 沒有出現喔 在他們的那個會不會很會 還欠男生的那個 然後他自己穿著 穿起來 如果還滿很穩的 然後 男的女的舉個 是他們的會 穿起來又舒服又瘦 是我們的標準 那但是男生就是該瘦的地方要瘦 然後看起來該厲害的地方 雄尾的地方 我們也有替大家設計到了 這就是我們很貼心的地方 然後也很謝謝他們兩位來到現場 然後呢 大家在我們的美麗的Model身上 可以看到的呢 展示的就是他們這兩個系列的作品 那另外呢 我們也來介紹一下 另外兩個系列好不好 那我們來旁邊稍微點個接下來 我們還有另外兩個系列呢 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來親愛的 OK 這個系列呢 是一個比較女人味的 對對對對對 比較女人味的 然後呢 我們用了一個 大家都很喜歡的舞會的感覺 很花的感覺 然後選擇了今年秋風 其實紫色系啊 寶藍色系啊 都是很流行的顏色 然後用了大家最喜歡的蕾絲 還有非常漂亮的水綜 那這個系列其實有很多 很有女人味的設計 包含罩衫 然後我們有這個 長版的 短版的洋裝 其實都提供給大家 剛剛大家都有看到了 這個系列呢 是我們很主打的一個部分 然後另外呢 這個系列呢 也是我們另外一個呈現 就是今年秋風有很多圓點天 如果你發現 你身上的熱門和點點 都是今年很流行的一個元素 那我們把圓點點跟所有一個 所有的女生最喜歡的粉紅色做的結合 而且這個系列很特別的地方是 我們有很多的外衣 比如說剛剛大家看到的 我們特別有軟褲 有背心 有西裝外套 就是希望說 我們其實可以把內衣很舒服的布料 對不對 放在外衣上面 謝謝 來 那接下來呢 這就是我們 EVBODY持有它的新品 對 是因為它要上市 那即將就要上市了 它是有我們的 EVBODY帶來的 安西蘭經濟戴的內衣 帶來的內衣 這部分的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讓你收入怎麼穿 怎麼都變大 對不對 看起來就是 非常重要 很性感的感覺 再來呢 我們有這個 集中跟脫高的效果 雖然說它看起來就是 很年輕 是少女的內衣 可是我們其實有把集中脫高 做到我們的商品的設置裡面 然後大家會發現呢 我們用了黑色跟紅色的組合 然後我們用的一個 好像在這個黑色蕾色的部分 就是一個蝴蝶結 所以在胸口就有兩個蝴蝶結 非常可愛的設計 那這個呢 也是10月份即將上市的新品 好 謝謝 那我會在市場 再會先 好好好 整個放棄的這個 就這些用力的 很開的東西 就是因為在秋天的話 要跟我們搭配 好 來 站好老師 來 請問一下 我剛剛說呢 我們在秋冬的時候呢 我特別會提醒大家 不管怎麼樣 你一定要買一件馬甲 為什麼呢 你知道馬甲有多方便 他穿了這件馬甲之後呢 他也不用穿內衣了 因為我們已經把內衣 做在裡面了 然後到了今年的秋冬呢 你只要穿一件牛仔褲 你喜歡的牛仔褲 不管是窄身的牛仔褲啦 喇叭褲啦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都說我們的設計裡面 有好多東西嘛 對吧 我們幫他選擇一件黑色的西裝外套 而且這個西裝外套呢 是我剛剛說 我們圓姊姊的這個系列 我們幫他選了一個西裝外套之後呢 他只要穿上了牛仔褲 那如果說你是喇叭褲你就穿一雙高跟鞋 如果你是窄身的牛仔褲呢 其實今年秋冬還是可以把去年的長靴拿出來穿 或者是今年秋冬還是有很多長靴 他只要穿牛仔褲加靴子 其實就是今年非常流行的一個打扮喔 所以今天今天有可能是我們新生的 對對對 好 謝謝 來 下一位呢 我來看看 比如說我們這個 如果你今天穿了一件我們星東內衣 這麼漂亮對不對 但是你希望說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這個時候呢 最簡單的方法 因為我們星東內衣啊 是黑色跟紅色嘛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起來就是 欸 可以露出來又不奇怪呢 我會建議大家 你可以選擇這樣子一件的one piece 那這個one piece的好處是呢 如果今天你要參加一個party 然後你需要比較性感一點點的感覺呢 你就可以把我們的one piece的洋裝裝在外面 那因為它是V-Ling的洋裝 所以可以隱隱約圓的露出 比如說前面好漂亮的蝴蝶結 還有我們背後好漂亮的紅色跟黑色的設計 然後搭上一雙比如說黑色的高跟鞋 搭上今年很流行的短襪 其實就非常漂亮了 Thank you 好 再來呢 比如說跟我剛剛說的 我們條紋的部分 有很多是可以做結合的 我會覺得呢 有一個很棒的部分是這樣子 我來找一個 來 請你來吧 你來 你們兩位都來 兩位都來 兩位都來 OK 我們都說了 其實呢 在我們秋冬的組合裡面 條紋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選擇了我們這個系列的條紋呢 哪一件灰色的長版的西裝外套 你一樣可以把牛仔褲穿著 其實就非常好看 因為黑色 白色 灰色 反正是最不會出錯的嘛 牛仔褲一穿就非常的好看 那如果你想要露出好漂亮的這個 內衣的時候呢 我就會建議大家 其實我們一樣可以用黑色最百搭 因為這個系列裡面是黑色跟紫色的紋路嘛 你一樣是可以把one piece穿在外面 就可以隱隱約約的 所以你才發現喔 其實你不一定要花很多錢換衣服 你只要花你不同的內衣 你就可以有不同的感覺 然後一件西裝外套呢 你也可以搭出很多不同的樣子 因為西裝外套這幾年我們買很多了嘛 所以我們不如換一件內衣 再點頭就可以不同的樣子了 謝謝 好 我們再見 他那麼可愛 我們要給他穿什麼呢